大约跑了五分钟后 玩家甩掉了男朋友 再次回到了住所 可一眨眼的功夫 男朋友就又出现在了屋外 还好玩家关门关的快 这个男朋友应该不会开门吧 玩家又开始了迂回战术 他再一次的跑到了二楼 刚关上屋门 那熟悉的声音再次传出 接着玩家的视野便被致盲 玩家赶快查看了窗户外 这次男朋友并没有在窗外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拿出盾牌和武器 时刻准备进去 准备迎战